大家好 早晨 早晨 我們現在回公司了 過去坐巴士 昨晚兩三點才睡 香港人根本時間不夠用 有時我們說養生 11點前睡 每個人都想11點前睡 誰不知道嗎 我也想上1點前睡 但沒時間 當然會叫病人早點睡 病人病了 我未病 有病就一定要休息 入車了 通常開了Facebook 開始我一天的秘密工作 就是做一個小片 就好像現在人們問 棺堂什麼時候有位 我們Facebook就回覆它 低頭軸 沒辦法 但是低得差不多時間 就看其他東西 然後就沒那麼容易傷 在地鐵站那邊買早餐 買完早餐了 這個就是中醫師的早餐 都是上班之前就買早餐了 沒有去餐廳吃的原因是可以多睡一會兒 不如早安吧姑姑 然後就來到我的診室了 現在回到尋沒人 我就可以吃個早餐了 養生來說 這個早餐如果十分滿分 應該都有五六分 因為起碼吃得飽 現在沒什麼做 我都算一邊吃東西 一邊看Youtube 平時真的會看 因為它說一些西醫物理治療那邊的東西 已經有第一個病人了 我先吃口中的蛋糕 Hello Hello 你好 有沒有說左邊還是右邊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幫你做一點活動度的測試 向左邊看 對 這樣再側向另一邊 對 這邊會扯一點 左邊那邊 待會幫你針兩針好嗎 我們針未必你哪裡痛 不針哪裡 最主要是跟著你的經絡 跟著你的不舒服的地方 然後判斷在哪條經絡 之後再決定針哪裡 有時 手上是連到背部 連到腰部 就是冤的感覺 這些是一些正常的針感 一般有這個感覺 效果往往比較好 那些肌肉放鬆不了 放鬆不了 所以它自己就會緊了 然後它就好像縮了 然後令到你的活動度受限了 好 最後一針 最後一針就在這裡 我要進入內料 我們跟一般外面的 打骨 刮沙 拔罐 有什麼分別呢 我相信最主要的分別 是在於診斷 如果一個有診斷的治療 相信效果就會更加好 可以幫我按鈕 現在可以幫你拔罐 情況也不是太差 放鬆 幫你做一點點 服位 帶一帶腰部 腰部 會有一點響聲 不需要擔心 只要放好位 我只是用一點點力 吸氣 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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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鬆 安全 我用7-1 7-1 好了 我先用7-1 基於時間的關係 剛剛姑娘他們已經吃光了 又只有我一個美食 所以我現在是要自己吃 試過有些病人 叫完他沒有喝冰液 轉過頭 有人送一杯珍珠奶茶給我喝 接著病人就很生氣 醫生又說不准喝冰液 我說不要緊 等你病好了 才再喝 因為我是醫生 他是病人 趁午餐時間之後 還有時間 我就去做一做健身 YES YES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練習 一些比較差的地方 只求練習自己不受傷 不會說姿勢出現太多問題 舊一輩子會輕玩八段感 玩太極 但我自己比較喜歡健身 待會見 我們現在就回去了 上次吃藥之後有沒有好一點 好一點 有沒有那麼疼 明白 我挺喜歡現在的工作 因為第一個 幫到人 原本他很不舒服 他進來跟我說 哇 陳醫師 上次被你治療完了之後 好多了 那個生活的情況 那個生活的質素 他可以改善了很多 這個幫到人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現在負責 弄一些系統 方便病人預約 不知道為什麼要我做 因為大家都不太懂得用電腦 好像只有我懂得用電腦 喂 戴上 今天體症大約看了12、13個左右 7時半 我自己一般會處理所有病人 放了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例如潔潔 歌記很不宜 因為我超喜歡歌記 我們都相信病人 看到一些可愛的東西 開心的東西 其實那個病痛 和心理的情況都會好很多 舒服很多 希望來到的病人 都可以幫到他們 長遠的目標 當然希望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有一個無國界中醫二診 跟一個全人中醫的單位合辦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要暫時割置一段時間 中醫出來都要持續進修 因為我們每三年要逐一次排 一般我一個月都會有一兩次進修 今天下班去找女朋友 多時適合她 請看 我說真的… 我想這些在修身上 做什麼事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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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